纽西兰即将在星期三迎来新总理西普金斯 阿德恩在交棒前一天以现任总理身份出席最后一场政治活动 心情激动地向人民告别 他准备在卸下重担之后退居政治幕后 同时将重心放在家庭上 阿德恩星期二来到首都惠灵顿北部小镇拉塔纳 出席政治家和纽西兰原住民毛利长老的年度举会 他大方跟民众拍照留念 并且在台上用毛利语感谢众人给他机会当上总理 享有生命中最大的特权 同时也感恩许多人民对他展现的善意和同理心 如今他怀着比上任时更多的爱与感情 告别政府第一把交椅 感谢观看